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时善网 12月29日讯 秦岚节目被当众习凶 当场怒扇男演员耳光 观众看了都被吓了一跳 画面显示 北京卫学跨界喜剧王某期节目中 秦岚被男演员一手将其抱在怀里 男演员的手抓了一下秦岚的胸部 视频清晰可见 秦岚当场发飙 狠狠地将男演员扇了一个大耳光 观众都被吓了一大跳 秦岚被习凶视频曝光 跨界喜 剧王秦岚一当众被男演员 习凶是哪气 二 秦岚被习凶 跨界喜剧王 二千零一十六万一千一百一十二秦岚 节目被习凶现场完整视频画面 近来跟喜剧有关的综艺节目很多 各路演员明星也纷纷尝试转型 在节目中展现自己的喜剧天分 秦岚被习凶视频曝光 跨界喜剧王秦岚一当众被男演员 习凶是哪气 秦岚被习凶 跨界喜剧王二千零一十六万一千一百一十二秦岚节目 被习凶现场完整视频画面 但有些小品类 喜剧节目比较接地气 男明星一不小心在台上与女明星 进行对手戏的时候就吃了个豆腐 近日有网友重看跨界喜剧王 发现秦岚被男演员当众习凶 看完这期节目后 观众都吓了一跳 这种电视节目类的喜剧综艺 没必要表演得如此逼真吧 秦岚直接被一起搭戏的男演员习凶 网友看完后都不淡定了 画面简直是隐秘不堪 后头这男的是不是有病 哪怕是剧情需要这么把手放 到女性胸上真的是猥琢十足 我要是秦岚我还录你妈的节目啊 秦岚被习凶 秦岚当真就这么忍气吞声 被当众习凶也不说什么吗 细心的观众发现 接下来有一幕 秦岚要扇男演员耳光 秦岚删了两下 一次有节目配音 她的一声 而第二次没有节目配音 秦岚直接打了 也就是 按照剧本走 秦岚应该是只打对方一个耳光 但她却打了第二次 还是真的 观众才秦岚被袭 凶 估计是怒了 才会下横手吧 也有观众看完后 觉得男演员不是故意的 可能是入戏太深 也有可能没有把握好手的位置 才会引发 要误会 01 GPG秦岚被习凶 跨界喜剧王 20161112秦岚节目 被习凶现场完整视频画面 秦岚 和 at杨树林团长 张宏杰老师 韩赵老师 秦李刚老师 共同带来的作品 让at小沈阳 和at主持人曹阳 都纷纷泪目 女神秦岚作为复活 跨界明星 感触良多 也格外的珍惜和努力 着美年底报梦妙 已婚女星陪睡制片人 赵丽颖单身圈掌柜 12月29日消息 就在昨天 28日 下午 全明星探稿了个年度八卦盛典 卓伟也亲自上场做直播 废话不多说 看看这次卓 大胆又报了哪些料吧 卓伟一口气报52个鱼圈猛料 孙杨思生子杨幂婚变 在节目中 卓伟说到了王宝强 讲马荣的离婚细节 他说他打听到的是 马荣有两个手机 一个是工作用 另一个是和宋哲联系用 有一天 马荣把和宋哲联系的那个手机放家里充电 王宝强看了一下 结果发现了天大的秘密 这个坐在卓伟旁边蒙着面 名叫董哥的人 也报了个大猛妙 著名人气陪睡制片人 还和隐红男主打野战 董哥说 著名人气是为女演员 出道很多年 和某制片人在一起合作过几部戏 两人从第一部戏就在一起 制片人也在努力碰它 这位人气后来 在一部爆红的武侠剧中 竟然和男主角打野战 关于这 为人气 董哥给出的提示如下 一 人气和武侠剧男主分别有孩子 二 人气和这位男主现在还是朋友 微博有交流 三 人气的老公是圈脉人 四 人气这一两年作品很多 另外还有一些零碎的小料 大家快来感受一下吧 问题 陈与樊白白和的夫妻感情如何 卓伟 他们两人的感情 夫妻之情淡如水吧 问题 陈坤儿子的生物是谁 陈坤深夜回京盟会周迅 两人出酒店眼间发现偷拍卓伟 当时我 是在打探别的明星时 跟到了陈坤他们家小区 我也问了陈坤家的邻居 邻居透露说 陈坤的母亲跟她讲 陈坤的孩子没有吗 这个让我特别不解 问题 杨幅刘凯威离婚没有 卓伟 我认为离了 卓伟称报刘凯威 没错 杨幅离婚迟早有结果问题 杨阳让天爱是怎么回事 卓伟 两人关系不错 两家公司有合作 传闻不见得是空选来风 杨阳是明年的重要工作任务之一 问题 娱乐圈中 隐婚的明星多吗 卓伟 会越来越少的问题 无奇龙流失失 什么时候生孩子 卓伟 汉缘分 得知我性 实知我命 问题 白白和于凡是不是感情不太好 不要问我为什么 女人的直觉 卓伟 你的直觉是正确的问题 周冬雨有在恋爱吗 卓伟 没有恋爱 但周冬雨有非常好的男闺蜜问题 张艺兴人好吗 董哥 人挺好 现在单身 和老九门里饰演丫头的袁冰莲的非恩是假的 问题 出轨队 最服谁 卓伟 陈鹤 永远以微笑面对惨淡的人生问题 杨阳最近有什么事吗 卓伟 杨阳是2017年的重要任务 问题 刘亦菲送城县是真的在一起吗 卓伟 真的在一起 问题 赵丽颖在谈恋爱吗 卓伟 我觉得是单身最后 卓伟的事又来了 八句话里藏着七个明星 这七个应该就是明年的爆料对象 在直播中 他们还提前套路了两个 有周迅和李冰冰 卓大胆要加油了 隔壁赵武啊 最近是 头很猛啊 娱乐热点推荐 就是 都市 都市